今天星期五小周末晚间封面故事呢 跟您分享一个感人的故事 这位台湾少女乳如 她从出生的时候呢就没有双倍 这是因为她的母亲在生产的时候呢 发生了养水栓塞 我们知道致死率非常高 虽然母亲抢救回来了 但是抢救过程当中 乳如失去了宝贵的双倍 她的家人在之后呢 把她送往中途之家 而八个月后 被这对荷兰籍的父母亲收养 现在乳如长大了 这对养父母呢 带着他们回台湾 要寻根面对镜头 养父母跟她说 他们从小看到乳如就一见钟情 再度踏上台湾这块土地 乳如终于可以坦然面对自己 即使她真正的遗憾 并不是自小就没了双倍 她没有双臂 却乐观开朗 温和友善 乳如出生时 亲生妈妈养水栓塞 医生好不容易将妈妈救回来 家人不想让妈妈伤心 于是让乳如从保温箱搬进中途之家 八个月后被荷兰夫妇 汉克收养 我们看了一张照片 它是第一次的爱 从从开始上 是我们的孩子 非常重要 因为 因为所有孩子需要家 他们需要爱 汉克夫妇不在意乳如身体的缺陷 让她得以在荷兰 充满爱的家庭中成长 在她的新爸妈心中 乳如甚至比任何同龄的小朋友 都还要更健康正常 养父母鼓励她回台寻根 十一岁那年 汝汝终于见到生母 那时她才知道 生母连看都没看过自己 因为生母根本就不要她 青春期的她 一度把自己锁在黑暗里 但养父母对她满满的爱 帮助她走过痛苦的疗愈 比如在大学攻读营养学系 甚至独自在外生活 现在22岁的无比少女 已经无怨罪 只有感恩 对她而言 台湾不是背弃她的地方 而是富有人情味的 另一个家 我喜欢温度 还有人 它们是家 台湾和德国 记者张志如 李佩萱 台北传播到